穿着暴露的女性有什么样的心理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一个季节 也是百花齐放的一个季节 很多女性都穿出最能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 走在路上 你一定会看到穿着各式各样的女性 有时也能看到一些穿着特殊的女性 这些女性身上往往聚集着很多男性的目光 这些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穿着暴露 昨天分享了一篇 男子在公交或地铁上暴露隐私部位 是什么心理的文章 分析了男性暴露癖的心理 当时女性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属于暴露癖 穿着暴露的女性大多都是单身女性 她们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心理 或许这些女性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只是单纯的想那么穿 那么导致一些女性穿着暴露的原因有哪些呢 一 彰显自己的身材 是一种暧昧天性的表现 在一年世纪里 女性最喜欢的季节 莫过于春季后期 夏季秋季前期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 相显自己的身材 很多女性在开春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穿上自己的裙子 短衣短裤 为了就是释放自己在冬季 不能臭美的压抑心情 二 有极少部分女性有暴露癖 很多人认为 只有一些男性有暴露癖 其实有些女性也有暴露癖 只不过女性在表现时比较含蓄 不像男性那样奔放 女性暴露癖的表现 往往是在公共场所穿着过于暴露 以及穿裙子 但不穿内裤的方式来表现 三 对性的开放 或者对性压抑的释放 研究表明 一些穿着过于暴露的女性 特别是穿着超短裙的女性 在潜意识里 对性是十分开放的 这类人更容易与男性发生关系 或者一些女性有性压抑 通过穿着暴露来释放一下压抑 四 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 一些女人在感情 或者婚姻生活中不顺 或者得不到另一半的重视 时间一长 她们就非常想得到别人的关注 别人的重视 于是就通过穿着来获得别人的关注 来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女性穿着暴露的衣服 你往她那个方向看 不管是不是看她 她都会认为你在看她 然后开始想 又是一个色狼 如果都不看她那个方向 她会有挫败感 认为自己没有吸引力 五 穿着暴露是很多女性 对性感的理解 什么样的女性最性感 不是给人同样的答案不一样的 但归根结底就是能够撩起男性 欲望的女性最性感 很多女性都认为穿着暴露 最能够撩起男性的欲火